财阀家的少爷不想继承万贯家财 却喜欢做检察官抓捕犯人 为此更是亲自下场来到地下赌场 豪至千金 只为了抓捕眼前这个油腻的胖子 屡战屡败的战绩让胖子怀疑人生 并且开始怀疑对方作弊 就在正好继续横扫对方时 胖子发现了他手上的猫腻 正当他一脸得意地要执行赌场规矩时 被他抓住手的正好 却反手扣住胖子的手腕 问他被骗的滋味如何 原来傻呆田的幼丽听信了这个神棍的鬼话 缴纳了巨额的会妃 等到他回到自己的咖啡厅 才从大婶们的口中得知神棍卷款前逃 幼丽万万没想到 诈骗犯能骗到自己的头上 律师脸丢尽的他面对警察的问讯 也一脸尴尬无奈 面对誓言的吐槽他有些无言以对 巧合的是正好也闻讯而来 看到来人幼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奈何表哥是个热心肠 毫不知磕沉的情况下 他把幼丽的遮羞布拿了下来 等回到咖啡厅 被骗的小团体乖乖地坐在一起 听着正好恨铁不成钢的训斥 然而当誓言指着幼丽指责他时 正好却站了出来当好人了 告诉誓言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此事更应该安慰他们而不是训斥他们 他好像忘了刚才是谁训斥几人的 面对正好护妻和双标的行为 誓言对他这种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 为了帮助几人拿回被骗的钱 正好带着幼丽找到他做侦探的小伙伴 等幼丽走进房间却看到墙壁上的海报 上面的漫画正是影射都寒建设有问题的小说 至此也让幼丽明白了全部 原来正好这些年一直为自己父亲的案件奔波 自己却从来不知道 他以为正好毫不在乎地忘记了这些 而就在这时小伙伴不合时宜地跳了出来 打断了两人并拿出了卷款逃跑神棍的资料 就在这时小伙伴接到线人的电话 确定了神棍的位置 随后发生了刚开始赌场的一幕 当幼丽带着人闯入赌场并表明身份时 神棍却一脸不屑地笑 随意喊了一声吼 大批手下手持武器跑了过来 在正好屡次警告他 这种行为会最佳一等候 他还是毫不在意地拿着武器 向正好逼近 感觉正好面临危险的幼丽 不顾一切地挡在他的身前 而就在正式蜘蛛节的BGM响起 表哥挨刀的一幕 让邻居的大神们小宇宙爆发 当即跑到神棍身前 上去就是一记手刀 啪擦又是一记小拳拳 大战随后爆发起来 还好是严及时带着警察赶来 要不然 神棍的头发有可能被拽成地中海 等正好和幼丽们处理好神棍的事情后 却接到舅舅的电话 也从他那里知道了举报父亲的材料 其实是他父亲亲自为他准备的 他回到家问父亲这是为什么 父亲告诉他 其实他早就想从检察长的位置下来 为当年的事付出代价 并告诉正好他的举报也算成全了他 而这却让正好感到很难过 他也终于体验被自己 信任人背叛的心情 此刻他更是想到了幼丽 回家的路上他拿起电话打给幼丽 这时的他已经明白隐瞒 对信任之人的伤害